一座汉墓的出现揭开了汉朝为什么能横扫匈奴的原因,提起吕后吕智,有人会说她是一个将欺负人制作成人制的蛇仙女人,是一个独懒本该属于儿子汉惠帝留营权利的强势母亲。 而有人则说,吕后世秦始皇实行皇帝制度之后,第一个林朝称制的女性,万丈高楼平地起,她的是认为后来的文景之志,汉武帝刘彻横扫匈奴打下了极好的基础,那么真的是这样的吗? 史书可能会骗人,但考古文物不会骗人,1983年,几名公园人在湖北省江陵专阿厂的一个水塘下,发现了几座长绵于地下的嘻哈古墓,墓中出土了镇金考古界的文献二年律令,这些竹简穿越了两千年的时空,向我们展示了史书中从未记载的另一面,公元前一百九十五年,高祖刘邦病逝,吕后独长大全, 朝局变得动荡,匈奴趁势与吕进半汉潮,此时的吕后清醒地认识到,匈奴与汉潮的战争不可避免,但想要取得战争的胜利,就必须经济八达,有钱才能兵强马撞,于是二年律令因事而出,出土了二年律令共有五百二十六枚竹简,每枚长三十一厘米,包括二十七种法律和一种令,其中的护律告诉我们吕后, 后执政下的西汉政府以法律的形式将土地授予了帝国的全体臣民,根据律令,汉帝国的公民一生下来就是一级爵位,这位墙堡中的孩子,将分到一百亩丰田,顺爵位,上推,到了级别最高的二十级爵关内侯,就可以分到九千五百亩丰地,得到土地的人同时拥有了土地的产权, 想种想卖,西天遵变,这种豪气甘云的分地方式在军军看来根本不可想象,二年律令推行两年后,西汉经济大增,旅后死后,汉文兵和汉景帝则进一步休养生息,将田税降低为三十税一,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, 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,到了汉武帝在位时期,国强灭赴,攻打匈奴的时机到了,公元前一百二十九年,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开始,历时四十四年,通过墨南之战,河西之战和墨卫之战,三次战略反击,骂他匈奴,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,此时的大汉帝国将于之大, 火力之战,披尼奴是全世界,并发出了阵龙发挥的声音,但强悍者,虽忍必诛,时至今日,依然让我们热血澎湃,自豪不已。